大家好,我是老万 最近不是每天的8点到10点开始直播了吗 总结了一下这段时间直播的过程中 大家问我最多的问题 就是怎么才能够买到一台好的二手车 首先两点我们要明确一下 第一,什么叫好的二手车 第二,就是你能不能买到 好的二手车在大家的定义中 指的是那种最好时间别超过一年的 公里数没超过5000的 原车主不太愿意玩的 双手卖给你的 这个多少有点简陋啊 第二个问题 就是这样的车你能不能买到 首先要回答大家呀 这样的车市场上真的有 你们看我的视频 会发现经常有车友找我卖这种车 为什么不把车卖给二手车饭呢 而找我让我帮忙卖呢 原因就是二手车饭的会杀价 而我帮车友卖这种车 最主要的原因是想让原来的车主减少损失 想让买这个车的车友能够花少钱 买到好车 所以就是卖的少亏一点 买的呢 少花一点 双方都有力 把本来应该属于二手车商的这个利润 让给了卖车的和买车的 这是我这么做的一个原因 那么这样的车友能不能落到你手里 那我们再分两方向来说 这样的车会出现在哪里 第一我们说了会出现在我这 但是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我呀 那么这样的车还有可能是被二手车商收去 那么这个车无论是在我这还是在二手车商这 跟你有没有关系 那我们就要想一下了 首先我说到二手车商那 二手车商肯定要加价卖出去 所以这个时候车是好车 但价格不见得是好价格 因为人家二手车商一定是要赚钱的 这是第一 第二 就算你能够出得上这个钱 二手车商也不见得会卖给你 原因是这种好车可遇不可求 二手车商一定会卖给 跟他联系最多的和关系最近的 那么我们再说我 如果这样的车落到我这我会把消息最先给到谁 因为消息最先给到的肯定就基本上就是买的 我所有的这种车出手非常的快 那么我告诉你我会把消息给到谁 第一 跟我有私人的联谊方式的 第二经常沟通的 第三经常看我直播的 在我直播间刷礼物的 第四 大家也都知道我现在不割房车的酒菜 但是我做户外装备卖户外装备 我在抖音直播的时候是带货的 那第四一点就是买我货的 这几种人综上所述 就是帮助过老万认可老万 觉得老万这个人还不错的 跟我关系比较近的 那我会把车卖给这样的人 所以你就要对号入座一下 你是不是这样的人 我特别理解每个人都想花少钱买的好车 占便宜的心理谁都有 我老万也都有 但是你要仔细的思考一下 你有没有付出这样的感情 或者是付出这样的代价 让无论是二手车商也好 还是我也好 在有这样的这个信息之后 第一时间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都是拿人心笔字心的 你对我好 我才会对你好 所以理论上 你如果不是我上述这些范围内的人 那么我告诉你 这个好车基本上不会落到你手里 你有可能买到这么新的车 但是你的价格一定是不是最优惠的 我接触的车友太多了 很多很多 有的车友话说的非常的漂亮 老万你真棒 老万我支持你 老万你辛苦了 结果一到洞真格的 啥也不是 最最典型的是一个车友 半夜给我打电话 聊了四十分钟 各种的问问题 恨不得把中国的房车厂商问遍 然后我最后说 你觉得我说的对吗 他说对 我说现在是半夜 你跟我聊了这么长时间 你觉得我够意思吧 他说够意思 我肯定支持你 我说那行吧 挂了电话给我发红包 结果发了八分 到现在我也没有拉黑他 最重要的是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去问我问题 我真不知道他心里咋想的 我觉得自媒体人也是人 我们做事也很辛苦 哎呀 好了 咱们不说了 反正人和人之间相处 两口嘎一口吧 我也希望你们能够买到 便宜的合适的房车 但是这个几率真的是挺小的 关注老万一起分享房车知识